两位司长都在网站提到深圳和香港的发展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 本港应该加快和内地的融合 同时会加强本地青年和内地交流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 香港现在不是面对双城际竞争 而是百进竞逐的比拼 郭永恩报道 陈茂波在网站提到 深圳和香港过往40年的发展 有优势互补 也存在竞争和互相学习 他说近年不时听到一些 对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忧虑 不少人会将香港和其他城市 做不同类型的双城记识比较 但他说香港面对的不是双城记识的竞争 而是百进竞逐的比拼 全世界的城市都在全力发展 力增更多资金 人才、科技和尖端研究等等 陈茂波说香港在创科的发展和应用 出现了失诸交臂的情况 虽然近年政府急起直追 但培训人才、配套基建等需时 令创科发展至今有未如人意的感觉 可不可以从后赶上 关键在于可不可以坚持 对发展创科的决心和承担 张建中也在网站说 本港应该加快和内地的融合 参与国内大循环 大湾区发展会为本港提供参与的平台 他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 希望吸引更多港澳年青人去内地学习、就业 促进三地青少年交流 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 他说政府会持续改善学生去内地交流的计划 又说帮助年轻人认识国家 和融入国家发展黑不用门 期望学校会在宪法和基本法教育的基础上 做好国歌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 特区政府会继续支援学校和老师 有线年事记者郭永一报道